终于是它十月份最抢手最火爆的球鞋了 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买值不值得买 还有平时在哪里买二手的球鞋啊 怎么方便它的真假的话 我这一集全都告诉你 哈啰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时间过得真的很快 现在又到了11月份上半月 我收集的球鞋分享了 那在开箱之前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球鞋最新资讯 发布时间还有球鞋shark out的消息呢 都欢迎你去订阅我的Facebook 还有我的个人ID 好 那第一收呢 我想要先讲一下我之前介绍过的一款 可是呢是不一样的配色 就是这一个 Off-White的Brabber Dunk University Blue的配色 是欧洲限定的 那时候我是以300块左右的价格入手 我觉得还蛮划算的 那因为呢是从欧洲寄过来 所以呢我就等到10月底 才收到这一双鞋子 那这双鞋子呢 就跟这一之前这个黑绿配色一样 也是结合了Dunk 还有P6000的鞋型轮廓 那这双鞋子呢 它是用银色的皮夹 覆盖着网眼的面料的 那当然在设计上的话呢 就是以白银为主 然后也是跟这一双黑绿配色一样呢 是用了橡胶的材质来呈现 SUSHI LOGO 那这一次它在鞋带啊 鞋底部分的器件啊 还有在上面的几何图形 上面是注入了浅蓝色来做点缀的 那这一个University Blue的大底呢 是以橡胶的黄色来呈现 所以更加带出一点复古的气息 当然也少不了它最标志性的说明书字样 还有橘色的塑胶Zip-tie 那上一次我开箱的时候呢 我没想到黑色穿出来的效果非常帅气 可是我那时候已经手键的 上网订购了这一双银蓝配色 我自己觉得啊 银蓝配色呢 是比较适合女生去穿搭的 我觉得如果你是想要找一双offwise的鞋子 然后又 价格又比较reasonable一点的话 我还蛮推荐这两双的 因为这两双穿出来也是非常catchy 就是走在街上的话呢 也是非常炸眼的 那这两双鞋子 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哪一双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好的 下一双呢就是10月24号的 Easypools 350 V2 因为之前很多网路上的谣言 都说这个是reflective 可是我跟我的朋友就一直不太相信 因为它的价格就是220块 就是long reflective的价格 然后没想到收到的时候呢 我吓到了 它真的是reflective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值得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的 整双鞋子的设计 跟之前是大同小异的 350 V2嘛 但是它最大的差别呢 就是在primate的编织鞋面上面的纹理走向 这一次呢是以白色黄色 还有浅咖啡色 来做primate的编织鞋身 这次再采用了奶油色的橡胶大底 再配搭着浅咖啡色的半透明刷条 那这双鞋子也是用了白色的闭合设计的鞋带 那另外再附送一个同颜色的鞋带做更换的 所以整个出来的感觉更加的和谐 而且很温柔 更加接近natural的颜色 好接下来呢就是其中一款的大款 那第二月份的时候我开箱过它的铁灰色Metallic 之后呢这一次它整个造型就跟那一双是一模一样的方案 只是用了偏象牙白一点的旧黄色来呈现的 整个是走一个简约啊耐看的路线 而且你在这双鞋子上面呢可以隐约的看到 OG款的AJ5 FireRed的影子 再加入了offwhite一系列的标志性的元素 那前面呢是用了轻薄的TPE物料来做成的 呈现了一个半透明的泛黄感 所以带出了一个非常浓烈的副指气息 那在细节上面当然还有3M的反光银色鞋舌 然后Nakey Air啊Dramonoco啊23字样啊 鞋扣等这些非常精简的元素 那在offwhite的细节上面呢就包括了 offwhite最标志性的半透明ZipTie 是用了同色系来做了一个呼应的手法 也包括了圆形的柳空设计啊说明书字样啊 那大家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柳空的地方剪掉的话 露出你非常俏皮的袜子也是可以的 那这双鞋子最最大的重点呢就是它运用了超经典 牛春风的鞋底啊 大家可以看到鞋底的火焰 还有它反光的鞋舌 就会让你联想到当年的fire red 比较不一样的是它这一次的年名款呢 是走了一个做旧的处理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些呈现泛黄的部分 那之前那一款black metallic呢 我觉得这一次它有点像是出了一个女朋友款 而且在佩戴衣服上面呢 我觉得这一双男生来讲会没这么好配 没有那双龜色的容易配搭 不知道大家会比较喜欢哪一款呢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终于就到了 我知道我上个月最期待的一款呢 就是这一双AJ1的MOCA 那我知道呢美国已经出售了 可是亚洲跟欧洲的你们呢 要到年底才出 所以呢 我希望这一个影片呢 可以让大家看到很细节的位置 就让你们心里面大概有个想法 知道说到时候要不要入手这双球鞋 我必须说Travis Scott的魔力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让这一次Travis Scott的平民款呢 虽然它的量呢 我上网看了一下量挺多的 可是需求更多 其实我觉得Dordon Won他一直出的大地色啊 Earth Tone的配色真的不多 因为以前呢 他们会对Earth Tone的颜色 觉得说是一个很很旧啊 很老气啊 很没有精神的一个颜色 直到近年呢 大地色开始受到大家的喜爱之后 当然还有Travis Scott的加持 那这个Darth Mode Color虽然是同色系 但他不是用棕色的肌皮为主色调的 反正他这次是用黑色啊 棕色啊 平均的分布在整双鞋子上面 然后他这次呢是用了霧面的皮夹 来呈现咖啡色的部分 黑色的皮呢 是用了非常柔软的光滑皮夹来呈现的 所以整个出来的感觉呢 也让人家有一种高级感 那我就可以刚好呢 把这种双鞋子做一个小配比来 那除了最大的差别是 Swish logo 相反之外呢 这次Dark Mocha的黑色的部分呢 是从鞋头导泥板的部分 一直延伸至鞋孔啊 鞋舌两侧的部分 还有加上它的Swish logo 然后它里面的内衬也是以黑色来呈现的 Nike Air的部分呢也是用了黑色 那除了颜色跟材质上面有不一样的地方之外 它在鞋桶的部分呢 Travis Scott这边上面是用了黑色 然后Mocca这边的部分呢是用了白色 中底的部分呢 Travis Scott这边是用了米白色 Mocca这边的中底呢是用了白色来呈现的 然后大底的部分 一个是用了棕色嘛 另外一个是用了黑色 可是除了这些之外 其实你上脚穿个衣服 穿个牛仔裤 把它这一遮其实就差异没有说很大 那这一次拿的号码呢 也是我自己的号码 七号半 所以呢我决定我要换一个粉色的鞋带来骗一骗人 千辆球款值不值得入手 多少钱入手 我觉得如果价格到了我心目中的价位 我觉得很OK的话 那我就觉得值得买 比如说当所有人都收到这个球鞋之后 或者说某一些球鞋呢 在某一些地区先发售 比如说欧洲美国先出的 那价格呢还不会跌 那当全部人都收到的时候呢 价格就会往下跌一点 所以呢我通常都会在那个时候入手的 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一两个月 美国的四道超级不好的价格都会往下跌 所以最近我就一直在抓我想要的球鞋 我在哪里购买在战术球鞋 我通常呢都会在Facebook Group的Private Group 里面去买 因为那些都会比较有保障 如果你要加入那些Private Group的话 你都要Fill in你的form 你才可以进去这个群组里面 所以通常都是比较Ledget的 那不同的城市会有不同的group 然后呢另外就是美国的offer out 你放东西上去的时候呢 我通常都会选择面胶 如果你要面胶的话呢 一定要小心 因为那个是你要跟陌生人碰面嘛 通常所以那个会比较危险一点 所以出去的话最好有人去陪你 可是那网站呢通常价格都会比较低一点 而且如果是你常常跟他交易的有一些dealer的话 你还可以跟他去杀价呢 那怎么分辨真假 通常我会用checkcheck这个apps 搞到好像我好像在帮他卖广告 可是那个checkcheck的apps呢 通常就是你给他发几张照片上传过去 他们就会有专业的人士去看这个照片 就会知道说这个鞋子的真假 而且这个还蛮Ledget的很多人都推荐 所以我之前的Travis got the dunk 我也是这样子做 我用这个checkcheck的apps然后上网在offerup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那我这一集的求一些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按订阅分享 我们下一集见啦 Adios